我执行給各位看,Demo一下 請在1到20之間拆個數字 電腦會亂數抓一個號碼 就是1到20 然後我一定是拆次數最少當然最好 所以我先拆中間 1到20我拆10 它底下會提示我 如果電腦產生的數字 比這個我拆的數字來的大的話 它一定會跟你講,你這個太低了要高一點 相反的話,太高了要低一點 反正就是讓它提示 所以看到這個訊息 太低,相對的已經扣掉了 1到10就不是,所以一定是11到20 所以11到20的話,再抓一個中間 不是15就16,拆15好了 Enter 太高了,所以又扣掉了 15以上就不對了 所以現在剩下11到14 所以總共11,12,13,14 四個可能性 有沒有,越來越縮小 所以,在哪 13好了 OK,隨便猜一個 然後Enter 太高了 所以目前只有兩個可能 所以目前只有兩個可能 要不就11,要不就12 OK 隨便猜一個 11好了 Enter 太低 那一定是12 所以12就中了 恭喜答對了 OK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寫一個像這樣的一個小程式的話 那 該怎麼做 OK 那其中的話 當然 一定拆的數字不能固定 有沒有 當我拆到完為止 那 我再去結束這個回圈 那這個時候當然 你用4回圈 相對比較不恰當 為什麼 因為4回圈 變成數量一定要是固定的 那我們數量沒有固定的話怎麼辦 你怎麼知道要拆幾次 除非 這個可以改成什麼 只能拆三次 三次沒拆中 很抱歉 你又不能再拆了 那是可以改另一個版本 如果只能拆三次的話 那你可以用4回圈 可是如果不是 像比如說第一個版本 好啦,讓你拆到保 OK 拆到為止的話 那你應該怎麼寫 首先的話呢 要先抓一個乱數 那乱數的話 我們前面沒講過 不過很簡單 如果你要抓一個乱數的話 你必須要再使用一個外掛 這個外掛呢 就是 在 我們Python裡面已經內建了 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你只要用 有沒有 一個敘述 叫Inport Inport的話呢 有點像匯入啦 有沒有 我要匯入什麼呢 匯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 已經在我們的Python 旁邊已經有了 只是你要把它引進來用而已 OK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乾脆全部都引進來 全部都引進來 全部引進來的話 那你跑起來一定會非常非常慢 等於是說你有點像 把所有家當通通 搬上車的話 那車子怎麼跑得快 所以 需要的時候再載出去 對不對 OK 你不能說把所有 家裡的所有東西都放在車上 那所以呢 我們有 但是直接把 你必須用個Inport 把這個Random 這個模組 給加進來 那 我如何產生亂數呢 這個Random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Random Range Random有沒有 點Random Range 特別說 這個Random Range 你會發現 跟那個Range好像有一點像耶 有沒有 那其實 概念差不多啦 如果你要產生1到20號的話 那很簡單 1到21就可以了 特別講 因為我要到20嘛 你說老師為什麼21 你用的道理 21是停下來的地方 它並不會產生 所以它會產生1到20號而已 OK 所以 我們如果說要產生一個Random 的話 其實就這兩行 很簡單 可以Inport一個Random 然後呢 我們用Random裡面的點Random Range 所以呢 你點下去 當你點下去 如果你記不起來Random Range的話 這邊其實你可以 在 這個地方打一個R有沒有 底下其實就會出現了 你在這邊就有了 只要你Inport它 它也會給你提示 然後呢 那我要 1 0.21 21停下來 它就會產生一個乱數 那你要有一個地方給它存 所以前面加一個變數 RND OK RND等於 OK 所以 我們已經產生了一個 這個乱數了 比如說像剛剛產生的乱數應該是 多少 12 嘛 所以呢 我就把12放在RND裡面 好 所以RND裡面是12 當然我現在不知道了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 我會希望怎麼樣 請那個 欸 你請問 你請猜一個數字吧 所以 底下的話呢 當然 我們會 需要讓使用者去填一個數字 所以 底下 Input一個請在1到20之間拆個數字 好 然後呢 把這個拆到的數字 比如說我第一個拆什麼 拆18 拆10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10 填進去 填到這邊來 那因為10 它 Input Input 是一個 是一個 那個 String 所以我外面拆個INT 所以放到 G裡面的 就變成 10這個數字 那 兩個 我要做比較 好 那底下的話呢 讓它不斷拆 所以呢 我後面會起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反正呢 你 一直拆 拆到 對為止 所以呢 後面有個敘述 再有什麼呢 G 不等於RND OK 也就是說呢 什麼時候跳離 就是當G等於RND的意思 OK 所以喔 如果假如 我這個地方呢 G 它假如不等於 所以喔 我第一次猜多少 猜10嘛 所以它原來是12 那我猜 裡面我第一次猜10 所以猜了10之後 兩個比較一下 10 跟12 有沒有 不相等 當然不相等 不相等 為True嘛 所以True的話 就要往下跑了 然後它會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呢 要不就是比 G比RND大 要不就是 G比RND小 OK 那顯然的話呢 應該我們是比較小了 所以比較小 它太低的高一點 可是接下來的話呢 你必須要再讓它猜一次 所以呢 這邊又要放一個什麼 所以這一行 實際上 有沒有看到 這一行 是 從上面怎麼樣 再把這一行呢 搬到這邊來 有沒有 欸 那為什麼搬到這邊 其實 因為呢 你如果沒有再加這個敘述的話 它沒有辦法再繼續猜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 不管是 比它大 比它小 反正呢 你就再猜一次 所以呢 假設我第二次 比如說我第二次 我第二次 猜什麼 我第二次應該是 猜15 好了 所以 又彈回來了 我又輸入 欸 比如這個 這個地方 我又輸入15 那15的話 跟12有沒有一樣 還是顯然不一樣 不一樣 為True的時候呢 它又彈回來了 這個時候應該是15太高了 所以 再彈 再一次 所以再來13嘛 所以又彈回去 又不一樣了 不一樣的話呢 它又太高了 OK 反覆反覆反覆 直到猜到為止 猜到為止的時候呢 欸 那當然呢 到時候 我們有沒有 最後一次 12 這個是12嘛 等於 這個12等於 等於 等於12兩邊喔 那等於等於12的話 那這個地方條件是不等於 欸 它就 為Force了 Force的話呢 就跳離 跳離之後的話 就離開 所以這個回圈就結束了 它就會執行這一行 恭喜猜對了 就得到這個結果 OK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 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自己寫出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那個猜數字遊戲 OK OK 試一下喔 那 總共這邊 第一個當然喔 需要一個亂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 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找一下 是比較下面 在第三個單元裡面 下面 的 第 第 二十頁的地方 這個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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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